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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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对话 把大家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事情 也谢谢你的收听 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可以在喜马拉雅上面帮我打心 写一段评价 这样会让这个节目被更多的人看到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嘉宾 Patrick是目前坐标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全知识审计师 然后同时有在做自己的播客节目 叫做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 那他的节目呢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是一位比我要资深的podcaster 能够认识到Patrick并且请他来上节目呢 其实也是非常巧的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我的第43期节目中的嘉宾 那个时候在邀请他来上节目的时候 他刚好告诉我说 他也刚好接受了另外一位podcaster的邀约 然后上了节目 所以我就非常有兴趣想要认识一下 于是呢就联系了Patrick 然后呢聊了一下之后就发现 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我很想采访的嘉宾 所以就很快地约好了一起录节目 那因为Patrick他自己呢 也有用专业的录音设备 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 大概是我所有的远程采访中 音质最好的一期了 我自己在剪辑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感动 这个声音真的太好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很舒服 那在节目内容方面呢 我们也是聊了非常的多 首先呢因为我自己的好奇 所以呢我问了比较多 关于Patrick他自己独自在做这个播客节目的一些经历 以及他的收获 所以如果是自己在做播客 或者考虑想要做播客的朋友们呢 可能会对这一段的内容很感兴趣 那接下来呢因为Patrick也提到了 他的一个相当于人生观 所以我们也聊到了他自己的与焦虑感死磕的一种态度 那在这里呢就提到其实Patrick他自己做健身 尤其是建立这个方面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现在可以每个礼拜有三四天都要凌晨四点 甚至他说现在是三点半 起来去健身 然后再去上班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也是非常的敬佩 也请他分享了更多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以及为什么可以坚持的一些心得 那总的来说呢 我们聊到了蛮多人生态度方面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在这些方面有所思考的朋友们呢 也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也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那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节目吧 所以就是先从也是你自己的这个播客开始聊起吧 因为我有看到其实你已经做了 比我做了多半年的样子 就是你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对没错 我一开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19年的1月 当然筹备期的话可能要在往那之前加个两三个月左右吧 我好像还没有介绍我自己 大家好我是Patrick 然后我现在在经营一个频道 叫做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 然后跟宇娟的Podcast 就是都一样 就是可以在Spotify啊 然后Apple Podcast 这些主流的Podcast平台上面都能够找到 对 然后做个节目差不多已经一年多一些了 然后主要的方向就是人物访谈这样子 聊一聊他们过去的经验啊 他们的经历啊 然后主要还是聚焦在工作啊 然后有时候会讲到一些求学的经历什么的 对就是话题有点飘啦 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跟他们聊什么 对对对 但是反正主要还是会后来还是会 连回来到创业啊工作这些部分 那最开始为什么你会想要开始做这档Podcast呢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 因为我人在多伦多嘛 然后我不晓得新加坡有没有像是商会这样子类似的机构 在多伦多他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台商会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 他下面有一个附属的组织叫做青商会 然后就是比较多年轻人啊 然后可能都是已经毕业然后在工作的人 然后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啊 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介绍进去 然后做干部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举办了一些活动 然后其中有几个活动就是我们会请到 已经在某个领域里面 他可能是创业或者是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他可以来 他会我们会邀请他来我们的活动 然后分享他整个的创业经历啊 然后他在这个经历当中失败了 失败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他是怎么克服这些失败 然后当时办这个活动就是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大家其实对这样子的分享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好像有这个需求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做Podcast这件事情 他是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的嘛 对 就是你只要用一个 有一只手机你就能录了 说真的 因为网络你也有 对 所以他的这个设备的投资 其实是非常低的 你只要花一些你的时间 然后花一些你的精力 你就可以开始自己进行自己的Podcast 这样 嗯 对 其实刚刚你讲的第一部分 就基本上就是有讲到 我后面也蛮好奇想问的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你频道里面 请来的很多嘉宾其实感觉都很大咖 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都算是 因为那个活动 有机会认识到的吗 其实不是 如果是以来宾来说的话 他主要有两个渠道进来 第一个渠道的话 是朋友的引荐 就是比如说你看像我的Podcast 是请到一些比较 我们说知名的人物好了 比如说像是博恩啊 或者是肖稿啊 或是韩森啊 这些人 他们几乎都是透过朋友 他们可能在某一些 他们可能每一年都会 把台湾的一些知名的人 然后带到很多很多 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电影节啊 或者是演唱会啊 等等等 然后因为我刚好有幸认识他们 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在做Podcast 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是 每一次我接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会问他们 或者是他们 会直接来问我说 你有没有兴趣采访 然后我就说 好啊好啊 我当然有兴趣 所以比较知名的人物 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啊 那比较 其他比较更多的 就是当地的华裔嘛 那当地华裔这些东西 就是我自己会去参加一些 当地华裔聚集的活动 比如说 当地的一些社团啊 或者是当地办的一些活动 然后就会认识到 在这边工作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 你就厚脸皮去问他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他适合的话 你就厚脸皮一点 然后去问他说 你没有意愿来上节目 那我碰到的人 其实大家都蛮好的啦 就是大家就说 还蛮有兴趣的 就是没有试过这样子 所以你有遭到过拒绝吗 有啊超多次的 哇 我现在问我刚好 我还想不太起来 我想一下 我能想到的就是 最近几个礼拜 我本来要访问一个 一个非常资深的产品经理 他是一个前辈 然后他是在一个当地的 一个很大的入口网站 当产品经理 然后我本来想请他来上节目 然后他也 其实说老实话 其实他不拒绝我 他只是跟我的节目 提供了一些建议啊 然后说 你节目应该可以 更好的定位啊 等等等等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对 因为我那时候 也是有一些挣扎说 我的节目应该要 再怎么样更精确的定位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跟你的那个 邀约 我就delay一下 这样子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不太好开口 他只能很好 因为他 但那个时候 他还是跟我讲说 我是很有意愿 来上你的节目 我也很开心 你邀请我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先想一想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想好了 再邀请你好了 这样 很好 就是还会多给一些建议 这样 对啊 这也是我做Podcast 其实我觉得 对我自己个人 很有价值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访的 基本上都是 已经在行业里面 可能工作 五年以上吧 我不敢说太多 有些是十年以上 或甚至二十年以上 所以他们基本上 都是在行业里面 非常经验 然后知识也很广阔 所以访问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访问的过程 其实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 嗯嗯嗯嗯 那我还想再往回聊一点 就是最开始 因为Podcast 这个形式 虽然现在已经感觉到 明显越来越火了嘛 就比较多人知道了 那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听 或者说比较喜欢 这种方式的 嗯如果 哇 哇好问题耶 嗯Podcast 这个东西的话 我应该是在 可能一年半 或到两年之前 才发现的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如果记得 没错的话 我是先接触到 嗯 Gary V 我不晓得你 是不是知道他 他是 呃怎么评呢 G-A-R-Y 然后V-E-E 然后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 在纽约的 呃 Marketing Agency 的老板嘛 然后呃 他自己也有个人的 YouTube频道 然后他更新的 非常频繁 然后那个时候 他讲说 呃Podcast 这个东西 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呃 然后他自己也 开始进入到 Podcast的 这个世界里面 他的其实做法 很简单 他就是把他 生活当中 去访问别人 本来是做YouTube的 那种影片 然后他就把 音档抽出来 然后就丢到 那个Podcast的平台上面 所以他其实是 多个 多个频道在做 然后接触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的一些东西 其实 呃 跟我自己的理念 蛮 符合的 很多东西都是 他讲的时候 欸 很有道理 然后 我想说 好 那我试着来做看看 这样 啊 所以你是先听他的节目 然后 喜欢上这种 播客的形式吗 嗯 没错 因为他那时候就讲到说 欸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 自己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那 呃 有一些人他其实在 镜头前面是不会 觉得尴尬的 那我是那种 会很尴尬的人 然后他就说 那有一些人比较 有一些人比较 呃 比较习惯于说 用声音 然后有一些人 很习惯说 呃 我写作很厉害 那他就用是用 部落格的方式 或者是写一些专栏啊 评论啊 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 你几乎可以在 现在 呃 世界上所有的平台当中 找到一个 适合你能力的平台 然后去开始 建造自己的 个人品牌 这样子 嗯 对你刚刚说这段 就是也是我最近 就是越来越 呃 意识到吧 因为以前就 因为大家比如说 以前一直都是 一写文章 觉得好像 你要会写文章 你要在网上 发自己的文章 才好像是一个 很好的渠道 但是其实后来 就发现 的确就每一个人 他擅长的 真的不一样 就像我也是 喜欢用声音的方式 就是不会觉得 呃 首先也是跟你一样 在屏幕后面 会觉得有点尴尬 然后写文字又觉得 就真的好像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我来说 所以就 一开始会比较不接受 觉得为什么 自己写不出来 为什么我能讲 不能写 然后就一直想 逼自己去写 但是逼了一段时间 发现就是不想写啊 然后就比较开始 接受说 那可能就是每个人 他的 嗯 就是这种 就像我们 用不同方式去学习 用不同的感官 可以接触 事物的那种 嗯 更有效率 所以就 用自己适合的方式 可能就真的是最好的 对真的 但是就是话说回来 其实我第一次 在录音的时候 然后自己在听那个 回放嘛 就是因为 因为他后置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听 然后我就觉得 哇天哪 也太尴尬了吧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声音 可以这么尴尬 因为你第一次听到 你自己的声音 就是你自己听你的声音 跟录下来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我想大多数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当它成为一个 就是比较正式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 天哪 我受不了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对 那个时候就是 有一点这种 这种状况出现 但无所谓啦 那个时候还是坚持下来 所以你是大概 听了多久之后 习惯了自己的声音 哇 听了多久 习惯了自己 我觉得现在 其实也没有很习惯 因为后制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听 肯定是一定要听 至少一到两次以上 因为你要听一些噪音 什么东西 所以一定会听到 但是就是 就是说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podcast里面 其实有很多 主持人的声音 是非常好的 你听起来就是 哇塞 这个声音怎么可以 这么专业 然后这么的好听 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我的声音 没有说到非常专业 没有说到非常好听 所以就是 OK好吧 那就这样 对 我自己的感觉也是 就是我会因为剪辑去听 但是我不会刻意去 享受着听 就我不会刻意在 因为想听而去听 对啊 就特别 特别享受自己的声音 也蛮奇怪的吧 对 也是也是 OK 好那 所以就是这个podcast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的 一个兴趣的 就一个 在你工作之外的 一个 一件 自己的project 对吗 嗯 是的没错 就是我的正职 现在是在 如果听众比较熟悉的话 比如说像Deloy KPMG 这种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我以前在Deloy 跟KP待过 就是毕业 怎么讲呢 再往前一点讲就好 就是我是13岁的时候 移民到加拿大 然后 读大学的时候 跑到洛杉矶LA去读 然后工作的时候 就飞到 又回到加拿大 多人多工作 然后我在Deloy 待了两年 KPMG 待了一年 然后 现在目前在一个中型的公司 中型的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做IT 审计 相关的工作 然后podcast 对 这个podcast就是 我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完成的 然后也算是我自己一个人 小小的兴趣 这样 哇 不过其实一个人 做podcast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 它其实不是一个 很小的事情 它是一个还蛮大的项目 就像 如果你现在有 全职的工作之外 你一般可能一个礼拜 因为你也是 一个礼拜一期嘛 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在比如说 制作出一集的节目呢 其实我一开始 制作节目的时候 我是很天真的想说 诶 我一个礼拜 应该可以做一集出来吧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浩大的工程 就是相对于影片来说 可能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因为podcast 它录制的长度 非常的长 所以你相对来说 后制要过它的时间 就是把它全部过一遍的时间 就要花很多 所以如果是以 总和的时间来看的话 就是比如说 你如果从 发出邀请啊 然后跟他约时间啊 然后跟他约地点 然后再到正式录制 然后到后制 然后再到上传 然后把它转成影片上传 因为我不知道 你说如果我现在 整个过程的话 哇 可能花了小时数 录制本身可能 我就说一个小时好了 就比较标准 就是一个小时 60分钟 然后如果是 整个过程的话 我可能 每一个来宾 可能要花到 三 四个小时吧 三到五个小时之间啊 看的时候 录制的状况怎么样 还有就是看那个人 好不好瞧 这样 这个是 你说加上后期吗 还是没有加 加上后期 那就基本上 你每个礼拜 都要花出这样 四五个小时去做一集 嗯 对啊 那他因为 比较难的地方就是说 他邀约这件事情 他并不是说 你想要在某一个时间完成 他就能完成 因为对方回复啊 然后什么来来去去的 你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反正你的头脑 整天就在想这件事情 说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处理这样 对 但是真正 就是动手去做的话 对 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吧 哇 所以你是这样 每个礼拜四五个小时 一直坚持了 你今天 我看到你已经发到六十八期了 其实 其实那个六十八期 是有一点取巧啦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 第一季跟 可能第二季的一半吧 我都是一个礼拜发一次 然后呢 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 就是很 浩大 就工程很浩大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嗯 我需要调整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其他的学习已经开始放慢了 因为我平常还会读一些杂志啊 或者是社论啊 看一些影片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部分已经开始delay了 嗯 然后我就把那个步调放慢 我把它放成说 可能连续跟三个星期 然后就修 一个星期 或者是跟两个星期 就修一个星期 这样子 那 那为什么会说取巧的原因 就是 呃 有的时候 我的录制 它会跑到 比如说 九十分钟 就是超级久的那种 所以我就会把它切成一半 所以 一集就变成两集的content 所以它到后面啊 如果你看到就是 它如果分上下两集的话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啊 就是有一点取巧 所以那个 集数 其实也不能算是说 啊 我做了很多很多 这样子 但是 反正目前大概 四 四五十个有吧 差不多 嗯 因为包括有一些 我觉得不适合 没放 没放出来的 这些都算的话 哦 OK 你刚好提到 因为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想把节目分成 第一季跟第二季 就是 而且你这两季的 集数好像不一样 所以我就在想说 哎 这个季是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 其实换季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想要转一个方向 就是跟我现在状态 也很像 因为我准备把第二季 结束 然后开始第三季 那那个时候 从第一季变成第二季的时候 其实就是 嗯 我在经营第一季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一个 很制式的 问题的那个清单 就是 我每一次跟 呃 访问来宾的时候 都会问到 几乎上面的每一个问题 这样子 那 呃 第一季转第二季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哇 有一点累 就是你每一次 对每一个人都问 同样的婚礼 我就觉得有点累 然后我就想说 不行 我就要让我的 那种好奇心啊 然后去驱动 这整个聊天 谈话的过程嘛 然后就会有了 第二季的这个转换 然后那刚好 那个时间点很巧 就是 呃 然后那个时候 我访问完 那个 博恩夜夜秀的 曾博恩 然后因为 他是来我节目的 第一个算是 非常非常知名的人物 然后我就想说 诶 刚好有这个契机 我想说 诶 我把第一季 先做一个closure 就是其实 那也不是什么 说我之后 就不再做了 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 心里做一个closure 然后 我想要转一个方向 这样 嗯 哇 所以你是会 为了转方向 然后让大家知道 说现在 换季了 然后可能内容 会不太一样了 但是听完第二季 大家还是说 诶 好像没有差很多 对 我不想到大家 听起来是怎么样 说诶 好像没有差很多 但是我自己 是感觉说 诶 我 相比于第一季 其实我学到的东西 我问的问题 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这样子 那可能大家 他如果每一季 都听的话 他不会 有那么深的感触 因为他是 过度需要一段时间嘛 就是 你不可能说第一季 然后切入到第二季的时候 我就问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他是会有一个 过度的时间 所以可能 可能 给我反馈 都是比较老的听众 所以他们就说 诶 好像没差 这很有趣 很有趣 我觉得就是感觉 会对自己来说 很整齐的一个 一个做法吧 因为想到我自己 其实如果按你这样 换东西 就会分级的话 我可能都已经要 进第四季了 因为我好像 一直在我的节目里面换 而且是换的比 这个严重很多 就是会从 可能一个人讲 忽然变成两个人讲 然后内容也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 诶 我很好奇 怎么说 你怎么说 就是内容换很多 因为我一开始 前面十集 我当时都是找了一个 比较 就专业式播音的朋友 因为我当时 对自己声音 也没有很自信嘛 我想说 做节目 就请一个专业点的人 然后让他来 问我一些问题 就是我写好问题给他 他来问我 然后我再答 回答的一个形式 就是来介绍 我现在 比如说人生教练啊 然后积极心理学 这些东西 但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 想表达的东西 也蛮多的 就针对一个主题 所以十集完了之后 我就下一个十集 就刚好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讲写稿子 然后讲到十几分钟 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十集之后呢 我又觉得说 好像访谈 听起来会比较有意思 就一个人讲十分钟 而且写稿子也很累 我也不是很喜欢 写那么长的稿 所以后来就想说 那我要不然开始 就正好有朋友 有兴趣 我就说一起聊 然后就慢慢慢慢 就转型成这种 跟朋友一起聊的过程 但是一开始 是那种互相 一起分享 就是我们两个 每个人都聊 差不多的长度 不是采访 是那种分享 就是聊天 然后又差不多 刚好十集的时候呢 我又觉得说 好像又想做一下访谈的 就我不要讲 那么多话好了 我让那个嘉宾 多分享一点 然后也想要把时间做长 就是真的是做成我们都很喜欢那种长的播客的模式嘛 所以后来就从 其实从三十多期开始才像现在一样是真的是比较像访谈的形式 然后我尽量只是问问题 提供访刚 然后让嘉宾可以讲更多 更深入的内容 对 然后现在基本上这个才比较确定 但是也才确定了十几期而已 就我真的是每十期可能都在换 不会啦 我觉得其实蛮久的 其实十几期就是已经蛮久的时间 因为毕竟Podcast它的长度很长嘛 所以就是 搞不好未来还会改变啊 就是谁知道呢 是 我现在觉得 以我自己发现 感觉这个改变可能还是会继续的 OK 那我还有就是 刚刚你也提到一点点 就是我比较想要就是知道一下 你现在做了这一年多 尤其是在 比如说part time在做 但是其实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你觉得 你觉得播客对你自己 有带来很大的改变吗 如果你是要讲到说 比较内在的改变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它带领我跨过了一些比较 原本那些比较 让我不舒服的领域的界限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听到自己声音的这个部分 就是不习惯 然后到现在就说 好吧 我接受这样 就是不专业嘛 就是不好听嘛 就是我接受这件事情 对 从一开始就是被惊吓到 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情觉得说 我是受限的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限制在那边 但是经过了这一段过程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某些东西被跨过了 就是以前我不可能会 那么厚脸皮的说 我第一次遇到你 或我第二次遇到你 然后我就只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上节目 你要不要上节目 就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因为你是在 请求别人 帮你来完成一件事情 那以前 以前我是 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人 但是 开始做播客 就是说 不行 我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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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有这一个 驱动力在那边 那 你就要想着说 我怎么样把节目的内容做成说 我可以帮对方带来一些价值 然后同时也完成我自己对内容的需求 其实要讲的话 其实零零种种 其实蛮多的 就是 如果你看整个制作流程 从发邀请 然后到最后上传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宣传 都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比如说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把那个声音档案转变成 影片的形式 原因是因为 Facebook他没有办法接受 声音档案的直接上传 就是 我不晓得 我记得好像SoundCloud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但当时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把它转成了 一个影片的形式 就是你到我Facebook 如果到我粉丝团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做成的影片是怎么样 就是 它不是一个真实 真人坐在那边 像Jolorgan Experience这样 它不是这样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然后就是一张图片 然后有几个声音的 那个韵律在那边 然后随着声音在那边跳动 大概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这些事情 是我完全 以前完全不会的 就是 完全不能想象说 怎么把一个声音档案 转成像是 你平常在网络上看到说 就是 看起来 好像有那么一回事的 这种作品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 你到Facebook上面 你就要做一些宣传什么的 那 有的时候 如果来的来宾 是比较知名的人物的话 你就不会只在 社团啊 或者是个人的Facebook上面 这样分享 就是你有的时候 可能要花一些预算 然后去做一些 promotion 就是在Facebook上面啊 或是Instagram上面啊 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事情 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象 会接触到的 所以就是 这些改变 其实零零种种蛮多的 嗯 对 就是整个过程 好像就这一年多中 你可能探索了 好多好多 以前从来不会去探索的东西 对啊 就是讲回来 其实设备这件事情 其实 声音设备这件事情 真的是博大精神 然后 我到现在也 绝对不敢说 自己是一个专家 但是就是勉强 凑出了一个 可以用的设备 这样子 就是从当初 可能 就是一只 Blue Yeti 这是大家很常用的 然后到现在 买了 就是XR的麦克风 然后再接 USB的interface 然后再接到电脑上面 然后 又买了脚架 然后又买了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你设备不断的在扩充 然后你再 接触那些知识说 哎 怎么样让声音更干净 然后收音怎么样更好 嗯 这个过程 其实学习蛮多的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 我现在是刚刚才换设备嘛 当时我连买话筒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需要这个盒子 我以为这个话筒 可以直接接到电脑上 然后结果买回来之后 发现不能用 然后又要去上网查 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就真的是 就是一直在摸索 但很有趣 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 这是如果是你自己热爱的一个事情 因为毕竟你现在坚持一年 就说明你真的很热爱这件事情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学到新的内容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对可以这么说啦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 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一直在尝试 怎么样再把自己放到一个 我不是那么舒服的状况里面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才有办法刺激成长嘛 就是像我第一季 换到第二季的时候 就觉得哎呀第一季 我觉得做到后期 我已经差不多了 就我访问的时候 就是走一个过程这样子 然后大家回答可能也都差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到一个 自己比较舒服的状态里面 然后不管是录音啊或访问 都稍微比较进入状况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哎我的学习 然后好像没有再继续 然后感觉活得有点太舒服了 感觉活得有点太舒服 然后想说哎我得做一些事情 看看有什么样子的方向 可以让我再更不舒服一点 然后再更进步一点这样 天啊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你想要自己不要过太舒服 想要自己刺激自己 继续去成长 这件事情其实是超过 你对于Podcast本身的喜欢吗 嗯其实一开始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这样子没有错 呃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 嗯把自己摆在一个 稍微有点焦虑 但是又不会让你陷入 那种depression的状况当中 我觉得对于驱使自己 呃不断的成长 然后对于达到自己的目标 其实是蛮有效的一种方式啊 哇这种想法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什么时候 呃可能也就这两三年吧 就是开始工作的时候 差不多工作了两年左右 就是一样是IT神级 那时候我在Deloy 然后差不多做两三年左右 然后工作开始进入正轨 就是呃你已经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了 然后就会觉得说 一样又回到刚刚那个 就是觉得说 哎我有点卡住 就觉得生活有点无聊了 你知道吗 然后觉得说 我得我得想办法去做一些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要帮自己定立一个目标 然后去完成那个目标 然后来测试自己说 哎这件事情 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目标 嗯 所以如果真的说时间的话 大概是两三年了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有趣 就是你会觉得说 要把自己处在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 可能自己发挥的会更好 或者说进步的会更快 这种想法 我就觉得 他可能听起来不太像是忽然间有的感觉 就是我就很好奇 是不是你 比如说以前的你 也会这样去想吗 可能学生时期 或是更早的时间 嗯 我觉得学生时期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那个时候 反正就是照表操课嘛 就是 不管是 台湾人教育 当然他比较 更有纪律一些 然后不管是加拿大 或是到美国读大学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照表操课 该上课就上课 该考试就考试 然后 四年了糊里糊涂就毕业了 然后就找工作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好像一切都是 顺着一个 普通人该有的 一个进程 在推进当中 这样子 那 其实我不太记得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 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 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 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吧 就是 其实大家 现在 可能 我讲稍微年轻了 可能 刚出社会 新鲜 其实大家 心里都是有 这么样一种 焦虑感说 可能 当然他教育的原因 会是不一样 但是那个焦虑感 是存在的 嗯 因为 你知道现在网络 时代那么发达 那你在网络上面会接受来自各个不同的人的道德绑架 或者是各种框架来限制你说你在几岁的时候就应该达到什么样子的成就 你说几岁的时候你就应该结婚 几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有多少钱 等等等等 然后你会看到网络上会有很多的人都是 在那样子的岁数就达到一个成就的 那或多或少 这会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焦虑感 那 我的方法就是说 好 我是有一点点这种焦虑感 那我要怎么样去 征服那些焦虑感 焦虑的感觉 然后好 那我就把自己定定一个目标 然后说好 我就要做到这件事情 这样 嗯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可以跟这种焦虑感比较 要和平相处 因为可能很多人 就是我 比如说我们听到很多身边的人 他们 我自己也是 就可能有很多焦虑感的时候 你其实是很 就是不会把它转换成这种动力 反而会觉得这种焦虑感很烦 你想要逃离它 或者说 想要摆脱这种焦虑感 但是感觉听你刚讲的 就是你现在 你的想法是说 我有这个焦虑感 没关系 它可能代表我可以成长 所以你就利用这个焦虑感 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或者说去 一直往前进的感觉 嗯 但是我不会用和平共主来这样形容 因为其实不是和平共主 我以前也是 对 没错 就是跟他死课 就是 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的 的一句话就是说 我要嘛现在就征服他 要嘛我现在就 就被打倒 那我一生大概就这样了 就是 我就是不断的在被这个焦虑感 一直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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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知道我挂了 那我这一生就是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焦虑的感觉 击倒一个普通人的一个 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好玩 就一点都不传奇 一点都没有亮点 就是很普通 哇 所以你现在选择就是 战胜这个焦虑感 然后继续去挑战 更大的一个焦虑感 对 没错 就是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你会看到说 其实大家 不管你是在工作啊 或者是在你上学 当你取得一个成就的时候 其实那个 开心的感觉 是 不会维持太久的 就是你考了一百分 或者是 上来一个什么 很好的大学 或者是说你 得到家庆啊 得到生前什么 这些好的事情 是 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开心的感觉 并不会维持得太久 因为 其实我们的快乐 来自于说不断的进步 而不是说 你在那个当下 拿到什么样子的成就 因为永远 有人比你可以 拿到更高的成就 他有不同的资产 他经历过不同的事情 所以 我是觉得互相去比较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互相比较 其实 我不太喜欢 但是 就是说 回到原本的话题 就是说 我觉得快乐的来源 应该是 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那 这个不断的进步当中 是快乐跟教育感 并存的 就是它是一个 互相交替的过程 对 是 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 上次我们聊的时候 就有提到 你有在做那个 建立 对吗 健身 这些事情 然后当时你好像 用的也是说 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感觉是很难 然后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但是你就是想要 达成它 对 所以 啊 我想到了啦 所以 所以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其实可以 可以讲回来到 叫健身这件事情 就是我开始 认真 认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 差不多三到四年前吧 一开始是在 我自己家里的 condo 就是公寓 它有附设 就是简单的健身房 然后我就是 逼迫自己说 可能每个 一个礼拜要几天 然后去那边运动 然后到后来 开始比较接触到一些 建立的影片啊 就是那个时候是馆长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他 对 他是在台湾一个 非常知名的人物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 他刚才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 非常推崇建立这件事情嘛 那 我不晓得听众 清不清楚建立的这个 健身的分支啦 简单的说 健身只是一个 比较概括性的词汇 那健身下面 其实总共可以分为 三到四个 当然有人分得更多 更细 但是 可以分三到四个方向 那第一个就是Olympic 就是 奥运式的 的项目 那 他的要求就是 你要把重量 一个杠银的重量 高举过头 我不想讲的太细啊 就是他用两种方式 做到 把这个重量 从地面 到高举过头的 这个过程 他是主义Olympic 那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健美 就是我们一般 比较知道 就是说 比较简单想象 就像彭云院啦 就是他的线条 练得非常的明显 什么 腹肌啊 或者是什么 什么人云线啊 或者是什么 什么鲨鱼 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那个词会是什么 反正就是 你把线条 雕塑得非常的 呃 勾勒得非常明显 那那就是健美的部分 呃 建立的话 它叫做Power Lifting 呃 等一下我们再讲回来 那最后一个分支 就是CrossFit 呃 CrossFit 现在是在国外 也蛮流行的 就是你必须要在一段 呃 既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呃 哪些哪些项目 这样子 呃 呃 那建立这个东西 就是Power Lifting 那Power Lifting 里面主要分三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握推 就是在推胸的那个啦 就是拿着杠铃 然后再躺着 然后往上推 那叫握推 然后硬举 Dead lift 然后还有深蹲 Squat 所以它主要就是以 这三个项目 然后健美是练线条嘛 那建立就是练数字 你要想办法怎么样 呃 不断的去让这三个项目 呃 的重量 不断的往上升 那这就是建立的 的目标 它整个过程 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会开始建立 就是就是讲回来 刚刚看到那个 官长的影片嘛 然后觉得 诶 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 然后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前进 然后就去了 一个比较大的健身房 然后办了会员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自己这样练 你那个有趣的点是什么 就具体什么地方 你觉得很有趣呢 因为它把 那个时候我在 因为我平常那个时候 在看到影片之前 其实是有在运动的 但是并没有那么的 有目标 有方法说 诶 我就是要练建立 然后我就是要做这三个项目 把数字往上提升 然后它在里面 所有的技巧啊 所有的怎么样 不让自己受伤啊 等等等的东西 其实是我以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从在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 诶 这个东西我想试看看 这样 然后可能也是受到 馆长的号召这样 因为它在影片里面 就是非常的激情适色 然后就想说 诶 我这个东西 我来试一下 这样子 然后试着试着 就变成习惯了 我记得你上次有提到 它这个东西 它不是 它感觉这个训练过程 会非常的痛苦吧 就是 因为你有讲到 你每周有四天 都要早上四点钟起床 去练 对 没错 四点钟 起床 不是 一开始不是这样 一开始其实我是六点起床 然后因为 原因是因为 我们自己 公寓的健身房 六点才开 所以我就六点起床 但是那个是一个 很好 适应的过程 就是我可能六点起床 一年 然后我开始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健身房 因为它是24小时开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找到一个 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然后 找到一个 自己最舒服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项目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在想说 诶 我下班的时候 能不能做到 但是下班的时候 常常都已经很累了 然后因为 我的工作 其实下班时间 也不是那么固定 然后 然后你说 OK 那10点11点 晚上10点11点 但是那个时候 人又特别多 因为大家都是 同样的想法 就是10点11点的时候 都这样 这个时间去 所以那个时候 就想说 好啊 那我晚上去不了 那我就早上去 然后那个时候 从6点开始 一直再到5点 再到4点 然后现在 我近期在测试3点半 我看那个状态 能持续多久 然后就是 你3点半起来 是你要健身多久啊 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一直都是 规划在两个小时之间 那为什么 你会想一直 往前提时间呢 如果4点已经够用的话 就到你上班时间 是足够的话 为什么你要再挑战 早一点呢 嗯 因为那个时候 这其实跟我刚刚讲到 不管是开始做podcast啊 或者是工作 开始进入 比较顺遂的时间的时候 对 就是太舒服了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如果我们 一般比较正常的话 就是下班 嗯 我们说5点下班好了 然后6点到家 那6点到 我们说11点好 睡觉 那是比较健康的啦 有一些比较不健康 都是到1点钟 到这个时间当中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自己开始 看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我会发现 那个时间就是 就是非常的 就是完全被浪费掉了 呃 不管你是在看影片 然后或者是说 你是在呃 看一些网路上的文章 或者是跟朋友打游戏 等等等等 这些活动 都是一种 比较没有 呃 目标的事情 那呃 它并没有 为我的目标 提供一些帮助 或者是没有往那个方向推进 那我就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我应该用一个方式 把它从我的生活当中切除出去 就是 就是那种手术式的仪杀 那这种方式就是 我把呃 健身的时间挪 直接挪到早上 然后非常早的时间 那这个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说 我必须要很早睡觉嘛 对 所以就是为了要有好的表现 为了要在运动的时候 有好的表现 必要的睡眠是 呃 如果是四点起床的话 我现在差不多是八点睡觉 最迟一定九点一定要睡觉 所以就是 用这种方式 把晚上的那种 嗯 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 没有什么意义的活动 直接把它切 从生活当中切除出去 哇 那现在是你睡觉时间呢 诶 周末还好 周末还好 因为我运动的时间是 星期一二四五嘛 对 所以今天因为星期六晚上 所以我没事啦 我OK 好好 就你会根据早上起床时间 再调 晚上几点睡 嗯 对 没错 所以就是像比如说 我星期六不运动嘛 那我星期五可能就会稍微晚睡一点点 嗯 嗯嗯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大概用了多久养成的呢 嗯 如果是说 四点钟这个本身的话 因为我坐六点钟起床 坐一年嘛 然后慢慢移到五点 慢慢移到四点 可能可能需要一个月 或者或是四周到六周的时间吧 就是你这四到六周 如果我们说以六周来算的话 就是六十二十四 二十四天 你一天都不能落下 那用这种方式 就是比较极端的方式 去逼迫自己适应这件事情 哇 真的听得出来 你是一个会跟自己死磕的人 对啊 因为 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 那个时候可能我在两三年之前大概 其实也是慢慢觉得说 就是人生有点没有目标这样 就是不知道干嘛 就是我不晓得说 我现在做的事情 OK 我有一个还OK的工作 然后薪资也不错 然后呢 就这样啊 然后呢 我觉得没有自己再推进 我的人生没有在任何一个方向前进 当中 嗯 OK 那其实你现在想的话 你其实希望你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 嗯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在 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进步 就是 假设说我们以 健身这件事情来讲 好了 就是我这一个月 我硬举可以做到350磅 那我下一个月我就想要突破到360磅 就是我需要在自己设立的一个目标当中 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前进 然后去设法达到那个目标 然后再设一个更 更远的目标 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前进 那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想要 嗯 帮自己 不管是在健康啊 因为运动这个属于健康的一部分嘛 就是 嗯 不管是在健康啊 或者是事业 或者是爬开自己的兴趣当中 我希望 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逼迫自己不断的往前进 然后 看看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嗯 那最后呢 就是你是想要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就是一直要 嗯 一直 就是有没有期限呢 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一直不停的往前 没有期限 没有期限 因为 我不会去设限说 嗯 我可能 就是60岁要退休 或是70岁要退休 或是应该什么 几岁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因为 那个都是一个非常 嗯 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一个 不必要的框架 因为 你觉得你70岁 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要到什么样子的成就 可是 说不定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嗯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如果说我们以现代医学来科学 医学科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 这一辈啦 就是二三十岁的人 可能都可以活到一百岁吧 那 如果 如果我能够 在活到一百岁之前 我们 以学生时期切除啦 学生时期不算 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 在每一天 然后每一年 不断的努力的话 那 我想知道 就是到 我死的时候 我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嗯 就是 就是单纯想要知道自己的潜力 潜能有多少吗 对 嗯 那这个答案就真的只有到最后 你才会知道 对啊 就是 最后 我在 我在病床上面 可能也不一定在病床啦 可能在自己的床上 就是 死之前 如果我回顾我这一生 如果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说 诶 我 活这一次 我没有后悔 我觉得就 就够了 这就是我 最终的 目标 天哪 然后真的感觉 就是你 真的每一天都在做 就是 怎么讲 我觉得 我就真的有在想啊 就是以我自己现在的感觉 就是你 真的不会有一天觉得累吗 或者一个瞬间 或者说什么 会啊 当然会啊 就是 因为 因为健身这种东西 你也知道 他 有做过的人就知道 他会有一些延迟性的酸痛啊 那这些东西包括了 任何一种 就是你单独在执行的运动 不管你是马拉松啊 或者是游泳啊 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一直不断的 在尝试突破自己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很累的过程 那真的非常的累 然后你就会想说 诶 我是不是可以今天偷懒一下 然后明天偷懒一下 然后或是 饮食稍微放纵自己一下 然后 偶尔稍微跟朋友 打个游戏一下 会啊 当然会啊 然后我也这么做啊 没错啊 但是那个重点在于说 你有没有办法去 对自己负起责任 就是说 OK 我今天放纵了一下 我今天 稍微不那么的有效率 我没有朝我的目标 继续推进了 那 我必须要去担负起这个责任 嗯 怎么担负呢 就是 接受它 对啊 就是接受它 我今天 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那 我下次我要达到它 嗯 嗯 因为 每一次没有达成 都是 都是会后悔的嘛 那我正在尝试 去过一个 不 不 不那么后悔的人生 嗯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 真的是重点 真的是重点 就是 你 因为肯定有 失败或者是 不太顺利的时候 但如果 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 小失败的话 你就只会放弃的更快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我想讲的是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 你的理智 跟你的欲望 在搏斗的过程 所以我才会 刚刚说 你就是跟它死客 因为你的欲望 其实人的欲望 就是你会 就是好吃懒做嘛 就是你想要吃好了 然后想要夺休息 就不愿意懂 这样子 好吃懒做这件事情 那 这是一个人 很正常的欲望 那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的话 然后你帮自己 设立了那个目标的话 你的理智告诉你说 你 必须要在一天之中 你必须要 四天就是这么早起床 或者说你必须要利用你下半的时间去做哪些哪些事情 去往你的目标前进的话 那你怎么样 你有没有办法 用你的理智去压制住那些欲望 那你有没有办法 长期的保持胜利 就是你 输是难免 就是一定会 就是这个是不可不免 那你怎么样把你的胜率增加 每一次出现这种内在的搏斗的时候 你怎么样 想办法 不管你是去 听一些比较激励人性的东西啊 或者说你用自己的理智啊 或者说你用meditation啊 就是冥想的方式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那只要它有效 你就是想办法利用各种 各式各样的方式 用你的理智去压制住那些欲望 嗯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你在讲那个胜率 就是 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这么想过 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要 好像就说要不然就是一直胜利 要不然就要一直成功 要不然就是失败的 但是你会告诉自己说 我其实在像打游戏一样 还有一个 胜了多少局 输了多少局这样 然后你会 想说我只要把这个胜率提升就好了 就够了 对 就是我想要不断的把这个胜率提升 那这个有趣的一点 就是你用了玩游戏这个东西 当一个例子嘛 那这个游戏就是 最终的结局就是你挂了那一天 就是你挂了那一天 你回头看你自己的胜率到底有多少 不一定是挂了吧 你也可以赢啊 对对对 但是就是人难免一死嘛 就是 我不是说在游戏里面挂 就是说你在 你那时候你快要死之前 就是人的身体快要结束生命之前 你回头看 到底是 人 基本原始的欲望 完全的 dominate了 就是 称霸了 就是说 或者说 占据了你的一生 还是说 你的目标 你的理智 然后你的毅力 你的勇敢 去赞助了你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我换了一个小 另外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说 假设比如说你如果失败 或没有做到的话 你会去接受它 对吧 那如果你成功了 或者是胜利的话 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奖励吗 奖励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 就是做到了就 继续往前 这样 他没有特别的说什么奖励 如果说 真的要说奖励的话 就是大概 我如果 一天 一个礼拜 就是都有四天 都很早起床 然后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可能周末会吃一些 比较不那么营养的东西 这算是奖励吗 这应该算是 对啊 就是如果真的要讲说 失质的奖励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啊 其实没有太多的说 我要 去吃一顿大张 或是花什么东西在 花什么钱 在很贵的东西上面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听起来 可能你是那种 想法方面的奖励 就是比如说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或者说 就是自己内心知道 我这次赢了 然后又加了一点 比如百分之多少的胜率 然后就感觉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之类的吗 嗯 对 就是 每一次就是很痛苦的 做完了一个礼拜 就说 我这个礼拜又做到了 就是干得不错 下礼拜T恤这样 嗯嗯嗯 那你整个过程中 你都是一个人完成了吗 还是你其实会 比如说有朋友跟你一起 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以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是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跟完成 那我觉得这东西 就是见仁见智啦 就是你只要找到 你自己的方法 你自己舒服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找一些朋友 跟你一起运动 只是很多时候 我观察到的是 呃 如果是找朋友 自己运动的话 大家都在彼此 等待彼此说 哎 今天有点累 哈哈哈哈 今天有点累 然后我就不去运动了 就是Accountability 互相accountability 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有 它的反面存在的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 不去运动 另外一个人 就觉得说 哎 他不去运动 好像我也不用开 我也不用去运动 这样子 对啊 对对对对 有人在就是 要不然就是向上 就是要不然就是大家都 你去我也去 要不然就是你不去 我也不去 就是有这种风险在 对啊 然后那是一个 非常依赖他人的方式嘛 那我不太喜欢 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我喜欢 所有的成败 都在我自己一个人身上 就是如果 如果我真的 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我必须要完全负责 听起来你真的是一个 非常独立的人 就是精神方面 或各方面都非常独立的人 不是一直都这样啦 我就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我只能说 在我的生活当中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 但是有小部分的时间 是不是这样 就是也是有的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断搏斗的过程 不断搏斗的过程 嗯 哇 嗯 OK 那最后就 我就再问一个 就是我有写代访 刚刚你的一个问题嘛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 是在做自己吗 哇 我在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 我很认真的想了一下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能不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 我怎么破题呢 就是说 做自己这件事情 其实 这个东西问的蛮蹊跷的 就是 怎么样算自己 就你怎么定义 去定义自己嘛 就是这就牵扯到说 哲学意义上 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这件事情 就是 如果我们不讲的那么远的话 就是 如果说 我现在定义的 如果说 做自己这件事情 是以目标来定义的话 我会觉得说 我 愿意花费我生活中 大部分的时间 去达到这个目标 那 如果这个目标 是我自己设立 然后我能够完全 对我的任何行动 不管是 成功或失败 或偷懒什么的 可以负起全责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 就是做自己 所以你现在试的 大部分是 大部分是 对 我尝试着 去增加那样子的胜率 对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 因为就是 它讲的一个 好像是很 数字化的概念 但是 其实我脑中 脑子里面 其实也没有 一个数字在那边 懂意思吗 就是说 我今天完成这件事情 我就从67变成68 就没有这个数字 就是我生活当中 没有这个数字 我只是觉得说 我能不能一直 不断的保持 然后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它是一个比较直观 然后 感性式的感觉 这样 嗯 哇 OK 对对对 这个当然就 我放这样的问题 其实当然是 你可以自由的去定义 就是做自己是什么样 你比如说 你觉得达到了 就是达到了 其实它也是一个 比较主观的 一个 一个事情吧 嗯 嗯 就是 我想回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就是 嗯 我是觉得说 嗯 如果 大家能够找到自己 嗯 舒服 然后 的生活方式的话 就是 找到适合你的方式 那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不一定要像 别人一样 呃 去说什么 一定要找上 十点几场的疯子 才做的事情 就是你不需要 去做到一些 别人定义的事情 你需要自己去定义 这件事情 那 当你定义了之后 然后你没有做到 你必须要为 为此付出责任 就是你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然后负起责任 那 如果你的 生活当中 或是你的人生当中 你定义那个目标 没有达到的话 那个错全部都是你的 那 不要去把它 怪在别人身上 因为并不是 没有人有义务 需要 呃 帮助你去达到你的目标 对 哇 我觉得你这个讲得很好 就是要敢 就是你 你选择了一种方式 你就承担它的后果 去接受它 就可以了 哦 对 嗯 哇 特别棒的分享 有一道题 我写下来 后来补的一道 就是还没有问到 就是你其实假设 比如说 呃 你的 你自己现在做这么多期Podcast 你会比较推荐 比如说还没有看 听过你节目的人去 听哪一期 哦 呃 其实我觉得 大家比较会有兴趣的 应该就是一些 比较知名的人物吧 哈哈 那这些知名的人物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像是博恩夜夜秀的 曾博恩啊 然后 呃 饶舌歌手韩森啊 然后呃 那个时候我也稍微 稍微很小 很短的一个时间 访问到熊仔 呵呵呵 然后 郑仁硕啊 然后 黄超亮导演 呃 张荣吉导演 然后 小稿 就是 我不晓得你这把小稿 你可能有看过他的影片 就是 他是一个黄黄的 然后 艾艾胖胖的人 然后他的 整个动画就是在 演他跟 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叫baby 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 这样 那个他 他做的动画 其实蛮有趣的 嗯 就是这几集 其实都还蛮 值得去听的 我推荐了很多 对啊 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 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集数没有那么那么的多啦 就是68级 其实手机滑一滑就过了 所以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 就是 选择自己想要听的 集数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听众 也没有说 每一期都听 可能有一些有啦 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 每一期都听 他们也是 挑着挑着这样 嗯 你觉得还有哪里 就是想要再多聊一下的吗 嗯 哪里要再多聊一下 呵呵 那我就 最后我就 推荐一本书吧 因为反正我们 我自己的趴开 其实蛮爱推荐东西的 呵呵 是最近你在读的吗 还是 呃 一阵子了 我读完了 然后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有推荐 呃 很多我 嗯 敬佩的人 就是我很仰慕的人 都有推荐这本书 然后它是 呃 它的名字叫什么 天啊 我在手边 你动我一下 OK 呃 我找到了 呃 这本书的书名叫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呃 然后他的作者是Viktor Frankl 呃 这本书有趣的地方 呃 对 这本书有趣的地方是Viktor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 然后当初他呃 呃经历了这个二战当中的呃 呃集中营的那个过程 然后他理解到就是呃 呃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 就是人可以用意志力以及 毕与意志 然后理智去压制住呃 呃人原始的欲望 呃耳 然后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 那 那以他的角度 他来定义人生的意义 呃 也讲到人生意义 怎么做呢 变成这么哲学 哈哈 然后讲到人生的意义 从 可以从三个方向 来呃 呃 诠释 一个就是爱 然后第二个是痛苦 第三个是目标 我不想爆雷太多啦 但是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Man's Search For Me 真的特别棒 这本也是我之前就是 我是之前蛮早的几年前 看到它的时候 就也是会一直推荐给别人看 就真的 而且我刚刚你在讲 它那个前面那一段的时候 忽然觉得就是 怪不对你这么喜欢这本书 就是它真的align你的那些 你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看法吧 对 然后因为它这个 这一套框架 其实在近年以来 非常的受欢迎 那比如说 我不晓得你知道在台湾 前几年很爆红一本书 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没听过 对 然后它讲的就是阿德勒的学说嘛 那其实这一整套 以目标为导向的 人生的一个框架还有规则 其实就是 讲的都是同样一种东西 就是你去读那些 比较经典的书 最近近期可能几年 比较瘦 不管是在西方啊 或者是东方 很受欢迎的 人生哲学书籍 其实都是在讲这件事情 你如何为你人生 定定一个目标 以那个目标为导向 然后规划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 对 很好 谢谢 不会不会不会 很开心 可以分享 我觉得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 好紧张 有点奇怪 真的吗 我感觉到了 就是你一开始讲话说 想到上次比较放松 怎么这次 这么紧张 我想说你可能是因为被采访 角色的互换的关系 对啊 我想说 哇 平常都是我在采访别人 然后我就可以 讲几句话 然后就休息一下 就听别人讲话 就这次我怎么要讲那么多啊 我就好累 对啊 我觉得说 怎么那么奇怪 就一直被逼问 对啊 但感觉呢 就是 其实我感觉你真的分享的很好啊 我 你说回头看这一个小时吗 我觉得其实 还还不错啊 就是 有讲到一些 我 当初你把反纲寄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 我想要 提一提这些话题 不管是书啊 或者是说 的运动啊 这些话题 然后怎么样用理智 去压制住欲望 这些事情 其实 我想讲的其实大概都有讲到 所以你是有真的写下来一些notes 这样吗 嗯 我简单写了一下 哇 那应该刚刚先让你发给我 然后我就刻意让你讲到一些 你想要讲的东西 还好还好 其实其实无所谓啦 就是这种事情也 我是觉得 不需要那么的自私啦 对 因为podcast 跟一般的节目 不同的地方 就是 它比较自由嘛 就是爱讲什么讲什么 不需要太过自私 没关系 对 因为我觉得你分享 就是 就是我是相信 只要就是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 就是 你其实不管什么时候被问到 你都可以讲得出来 就只是说 每一次可能讲的例子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但是你穿搭出来的 那个精髓还是一样的 嗯 因为它是同一个框架嘛 嗯 特别棒 我觉得你这个精神真的是 非常的 我只能说很敬佩 但是这个的确是我做不来的事情 我不会用死磕的态度去 应对我 面对我的人生 不会啦 每个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的方式 你不需要去 过度于把别人的框架放在自己身上 因为那根本毫无意义 就是你 你尽力 跟你所拥有的资产 跟你的缺点 你的优点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跟另外一个人不同 那 把别人的框架 它用在自己身上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必须要透过自己 全权的定义 自己的框架 自己的规则 自己的目标 你才有 办法去对自己负责 对 是的 诶 我说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 就是你是从哪些方 你是如何开始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思考的很明白 然后找到这样 比如说适合你自己的方式的 嗯 哇 这个可以讲蛮久的 如果你时间没有限制的话 对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 应该是从小学 或者说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过程 或者甚至到大学 我敢说甚至到大学 是一个非常分饰技术的人 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的事情当中 找到他的不完美 然后他的瑕疵 他的缺点 然后我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把自己摆在一个 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去批判 任何所有事情 然后 呃 这个过程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 然后直到 呃 这个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 呃 在大学毕业之后 呃 因为在美国读了书嘛 然后 其实大家都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说 为什么就不留在美国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 呃 其实是我自己 就是 fucked up了 那个 那个签证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 自己没有把签证搞好 然后后来我回到加拿大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加拿大公民 然后我在 找工作的时候 就没有身份的问题嘛 但是那个时候到多人多的时候 我 差不多有十个月 是没有工作的状态 就是接近一年 我是完全没有工作 就是你可以去想象说 一个大学毕业 还不错的学校 毕业的学生 就是为什么会 可以就是 惨到这种地步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 呃 非常忧郁的时间 对 然后 度过那段时间之后 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 开始运动之后 你会开始 接触一些说 嗯 会去开始思考说 就是 你这一生到底想要达到什么 因为 最终 只有这一次机会嘛 没有第二次机会 你只有一次机会 嗯 诶 可是我现在很好奇 你刚刚中间那一段 好像有点跳过 就是你没有工作 是怎么样 忽然就有了工作 就是这一段 你怎么走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运气 就是很 很清楚的 就是一个运气 因为那个时候 十个月的时候 十个月没有工作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感觉非常绝望了 就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是 我找不到 不要说是一流的公司 不要说是像 Deloitte或 KB这种超级大的公司 甚至连中型的 小型的我都找不到 然后 要去找 像是Starbucks 或者是 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 服务业 其实我都找不到 就是没有人要雇用我就对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 然后 熬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收到Deloitte的电话 然后叫我去面试 那个时候我是完全没有 任何的期待的 我就想说 OK 走个过场 这样 对 然后 其实那个时候 我被 雇用的原因是因为 Deloitte他们 你也知道嘛 就是 快递师出所 他的 Turnover很高 那个时候刚好出现了一个职缺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读到过的一个系统 所以其实真的是 小猫碰上死 就是 完全是一个 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并不是说 我在这方面 做了多少的努力 或是怎么样 但听起来就是 整个过程 十个月 你不是闲着的 你是有在 找工作 一直在投简历 或者说 在求职的过程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到处投 真的是到处投 然后大公司 中型的 小型的 然后甚至到一般 餐厅服务业 全部投 然后全部都没有 那我其实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这是 你有一直在做事情啊 就是他 不能 就是也不算是 百分百一个运气吧 当然肯定有运气的成分 但听起来真的是因为 你没有放弃去 投简历这件事情 就你没有放弃去 比如找工作 或者说 给自己完全放个家 你还是一直在努力的过程吧 或许 或许可以从这个方向看啊 但是 如果要回顾 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也觉得 其实运气的成分 占了很大很大 那 讲到后来的话 我 可能后来的这一套 框架 可能也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说 我如何去把 生命当中 比较随机 比较运气的东西 让它降到最低 因为运气 或是随机的东西 它可以是好 也可以是坏 就是 我不会去说 意外永远是坏的 这件事情 不一定 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很好 只是说 我如何去 不那么依赖这件事情 我如何把 我的生活 然后我的人生 重新拿到自己的手里 所以相当于 那十个月的这个经历 其实也是带给你 很多很多思考 然后导致你后来 开始有了这套 比如说提升胜率 然后让理智 战胜欲望 这些想法 我觉得那可以说 是一个契机 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当初 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那是在我工作 差不多两三年之后 自然发生的吧 我觉得加了这一段之后 就拼起来了 就是 因为我一直在 好奇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 你讲的这些东西 很像 像比如说我们 是做life coach 那当然是因为 我们首先学过 首先也反思过 然后也做自己 做过coaching等等 然后慢慢开始 理清了自己的一套 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嘛 你自己的好人生观 目标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在听说 你是从哪里 因为你没有讲到之前 所以我就在好奇 到底是你从哪里 变成现在这样的自己 就是这么坚定的 可以说出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大方向的东西 天哪 我觉得 绝对有点惭愧 因为我应该把这个 前后讲清楚 不会不会 真的真的很好 就是这种东西 可能就是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 他不一定要 比如说 一定要经过coaching 还是什么 他一定是在生活中 就已经有机会 可以去发现的 那我其实像采访 这些嘉宾 也很多人都是啊 有的人就是因为 一个逆境 然后开始思考 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 一段失败的感情 开始思考等等 我觉得就人生中 就是这样的经历 都很重要 他其实可能很多段 我们说不定都已经 miss掉了很多 就很多段都是可以 让我们去学到这些的 那生命就一直在 不断的给你这样 机会去学习 嗯 那我想 不好意思 我最后补充再一个点 就是我并不觉得说 一定要是人生落到谷底 或者发生什么样 悲惨的事情 才会有办法去重新 制定自己的目标跟人生 就是我很怕 就是如果有收到 收听到这一段节目的听众 会觉得说 啊 我人生过得没有目标 是因为我 我没有去经历过一个 很悲惨的事情 并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 这个很及时 是是是 真的不是 对对对 真的不是因为 对对对 当然就这东西 如果你 我只是说 很多人他发现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呢 其实如果你善于去思考的话 你可以很主 把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主动 就你不要等着 等着这个东西来 你才开始思考 你可以主动去思考 这些问题 就在你 比如说一帆风顺 甚至是做很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思考 这就是你的一个 自由意志嘛 你可以选择去 去提前思考这些事情 或提前想明白 我的人生想要往哪里走 那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对 然后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 当你初步开始 制定自己的框架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很完整的 可是 在你生活当中 或是工作上 或者是人生当中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对那个框架 造成挑战 然后你要怎么样 在心理当中去 协调它 就是 我可以讲说 reconcile 就是你怎么样 不管 不管你是要 调整自己的框架 或者是说 你要用同样的框架 去征服这件事情 其实 你必须要在心理当中 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必须要去做 审视 然后做调整 嗯 对 OK 那我真的觉得 这个就 这一段真的特别好 谢谢 还好我刚刚没有 把录音停掉 OK 非常感谢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欢迎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并且在喜马拉雅上面 帮我给节目打新评分 这样呢 会让更多的人 可以有机会 听到这档节目 在微信公众号 看见自己 hearyourself里面 会有文字稿 以及嘉宾的联系方式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 把这档节目 做得更好 下期见